說要保持低調 可是是不是有可能 有鬼才要低調 才要隱瞞呢 所以是一個靈異的故事 所以你問我一個朋友的故事 不是我的故事 當然因為我前男友他 就是我們分手之後 我們還是保持一些好的關係 我也常常聯絡 然後他有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是這個女朋友 他們就是關係都很好 我感覺就是都沒有見過 他的身邊朋友或者父母 然後到最後他們就決定要結婚 結婚前幾天 我的這個朋友 他就發現這個女生有小孩 對 而且是年輕的時候生的 因為這個男生他也看過這個小孩 可是都不知道是他的 他問這個女生是誰的小孩 他說是我妹妹 我妹妹的小孩 我妹妹是在另外一個城市工作 很少回家說一次就是阿嬤一樣的 然後結果是 他們要結婚辦婚禮的時候 這個妹妹剛好回來 然後因為他也不知道這個情況 他也不相信講出來了 這不是我的小孩耶 我沒有生過小孩 這是我姐姐的 然後就到了之後就是已經 雖然就是雖然知道了這件事情 可是我這個前男友還是接受耶 他還是跟這個女生結婚 也是就是把這個小孩就是收養 喔 那很棒啊 至少是個Happy Ending 是 真的 有 我跟你講 有時候是有龜的 跟你講 之前 你說有烏龜還是海龜 有龜的 有很多龜 有烏龜有海龜 OK 好了 然後 然後之前我跟那個女生約 我之前就差一點要交往一個女生啦 就是曖昧牽手接吻啊 後來是插哪一點 要幹嘛就幹嘛 沒有插什麼點 就是 只是插在嘴口上這樣 就是說這樣一起 這句話啦 嘴頭 然後 我們 舌頭上 不然你們怎麼講 沒有 口頭 口頭上 對 兩歲 然後我就跟 我們在逛那個私林夜市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然後都很開心 都OK啦 然後我就經過一個賣襪子的店 經過這個賣襪子的店 我看 我就跟他講說 他裡面不是你的表哥嗎 他看到 他說 講一模一樣的話 他說什麼呢 RUN 不要回來 最好不要回來 你現在在測試三號攝影機的伸手是不是 超順 你剛剛看到一吋劍 超快 所以你這一段到底在幹嘛 欸 不是 大家一直叫我跑啦 然後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可能是因為 他的家庭比較傳統 或是 可能因為我是外國人的關係 我想說 那我就先跑啦 那我就先跑了 結果沒想到 過了幾天啦 我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我就接這個電話 他說 來自地獄的電話 對 他上面有寫地獄 12個2喔 我說 我說喂 他說 欸 賈斯林 我說對 我說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說不知道 我沒有存你的號碼 然後 他就說 我是XXX的男朋友 我說你確定嗎 他說我確定 我說你怎麼 怎麼會有我的電話 他說 只不管那個事情 但是他就說請你不要再跟他聯絡 因為我還是很愛他 我們還是在一起 喔 對 所以那天看到的是他的男朋友 沒有 那天看到就是他的表哥啦 但是他的表哥 其實有看到我們兩個 所以跟他男朋友講 對 然後因為表哥有我的電話號碼 他也傳來電話號碼 所以打給你 對 對 講破了就是一個簡單不過的故事 對 是不是 還趁機把趙群的牌子打掉 對啊 一個順手 你表哥真的是行男門中間就 有一點勾心鬥角 真的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不想承認 他們跟他在一起 老師泡了 女朋友泡了 大家都泡了 對 所以就是賈斯林的問題 對 因為承認回去會被大家笑 對 對 我這裡也遇過一個就是有貴的故事 有貴 有貴的故事 就是我一個朋友 就我們一群人常會一起出來玩 有一天一個女生朋友 忽然間這個女生怎麼約都不出來 就是平常我們都溺在一起 晚上會先吃個飯 晚上再去喝個酒什麼的 都會一起 忽然間這個女生就不出來 約不到 就每天說 你要不要出來今天說 今天不行啦 今天不行 然後我們 可能是瀏海撿壞了 對 或者是他那個沒有吃BB 不是 對 對 他沒有氣色 對 沒有氣色 沒有膠原蛋白 他沒辦法出來 不是啦 結果我們大概 大概4 4 6 6 已經猜到就是交男朋友了嘛 不然不可能會忽然間消失 好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過去了 我們都不管 也是照約 後來我們就有一天他出來 我們就忍不住 就問他說 你到底 到底BB吃了沒 到底吃了沒 有沒有 我就問他說 那你到底最近是不是 是不是有交有沒有男朋友這樣 就逼問他說 他說 他就很害羞 就這樣 對啦 我們說 誰誰誰 他說 不要講 都不要講好不好 都不要講 後來再過了幾個禮拜 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到底是跟誰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都是很低調的 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是誰 他跟誰在一起 我們也沒見過這男人 我們說到底是誰 他說不行啦 他說 我們該不會是全內的吧 他說 對啦 他說不能講 我們說 所以就要講了 所以一定要講啊 恭喜了我們這個八卦的心靈 對 我們說 趕快講一下 講到真的不能講 他不能講 真的不要講 我說 好啊 我們大家就試一下覺得 該不會是那種很黃的人 就是有 講出來一定大家都會知道的人 偶像 都是有規定 就不要逼問 後來再過一個月 就開始約 隨便約 他就隨便出來了 多隨便 又分手了嗎 今天晚上 他就好 夠隨便了 好隨便 太隨便了 然後他就晚上就出來 然後我們就突然說 怎麼忽然間這幾天都這麼好約 那該不會 分手了 有一點問題 我們就偷偷問他說 你不是現在還好嗎 他就說 他就是分手了 然後我們說 那到底是什麼狀況 到底是什麼狀況 他說 因為他男朋友說 不能說 因為 因為你知道這一行 他說你也在這一行 你也知道就很多公司會有 不能講 或者是講出來就會見光死 我說對啦 確實會有這個狀況 那你現在講一下 他到底是誰嗎 對 還是比較想知道 他說誰 他講出一個名字 是我一輩子都沒有聽過的一個人 正真 我完全沒聽過 你講出來看看我們這邊的字 我... 這個問題厲害一點就是 我現在還想不起來 他到底講了什麼名字 你搜尋得到這個人嗎 就是他那時候講了一個... 他是模特兒 你懂嗎 就是那種模特兒 就是可能就是有在跑秀或什麼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他講完之後 我去搜尋 還很難查到資料了 這麼不紅的一個人 好歹我也是在... 就在圈內算小小小小又名氣的人 對 我都沒有聽過說 誰現在有在規定說不能... 有敬愛令 對啊,現在沒什麼... 不太可能 而且現在這個... 這個世道你有... 你有沒有男女朋友誰管你啊 可是其實這一行有... 用敬愛令真的很好用 對,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你就是被騙 對 誰會在乎 尤其是... 如果你說今天是什麼那個... 偶像 或是很紅很紅的人 那真的有可能 你都不覺得你聽到他名字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嗎 然後我就說你看,你就是被騙了 這種就是有鬼 然後那個女兒就說 當初應該要先問我們 你看是不是 結果後來他是分手 是被抓到有鬼是不是 就是那男的其實一直在外面玩 然後他有很多個小三 不是說就是... 他有很多個線 這男那麼厲害 就每個都說是敬愛令 不能講 對,每個都敬愛令 後來才發現... 他發現是很多人 因為那個男的還常常跑去夜店玩 然後有的妹妹 把他名字講出來 他就是都超低調 而且因為我比他紅 所以你知道他都假設說 因為你比較紅 我怕萬一被拍到 我會被笑 然後你就尊重他 結果到最後發現他就是... 就是假裝他就是永遠單身 然後其實他外面好幾個 好會哦 我自己的是... 我一個女生朋友的故事 他跟他的男朋友是 辦公室戀情 然後那個男生 男朋友就跟他說 不要公開比較好 因為要有那個專業的那個 因為在同個公司上班 對,所以他們就不能公開 然後一直到我的朋友 有一次就玩他的iPad 就看到一個E-mail 上面是他訂了一束花 然後送去一個地址 然後他就去問他 這個花你是要買去哪裡的 然後他就不... 他就一直不想講 然後就用一個理由說 我是幫我朋友訂的 他就講了這個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開始變成 非常的那個... 神秘 神秘,對 然後他就一直都不要講 什麼都不要講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這個女生朋友 他就去公司的時候 就跟他比較好的同事 就跟他說 他們兩個在交往 因為他們是同公司的人 然後他們就知道 然後這個同事就跟他說 他不是已經有正牌女友了嗎 已經一年多了 所以其實是我的朋友是 被冠上小三的那個名 天啊 你情要被冠 對 辦公室的三角臉 對,就是三個人 而且都是同一組 對 同一組耶 同一組 就是男生自己低調 可是其實有一些 就剛剛講到敬愛令 像日商公司 他們其實有明文規定說 他們辦公室裡頭是不可以... 真的喔 不可以有辦公室 台灣有一些也是這樣 有,學衛公司會有這樣 但是夢多不把他當一回事 然後呢 對,但是因為基本上 日商可能都有這樣 那我朋友他就在日商公司上班 然後他有一次 他就跟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他們有一個主管 常常會從日本來 然後一來可能就兩、三個月 然後之後可能就常來 就有一天就爆出了 就是在辦公室有多角戀情 但是他都是怎麼講 因為辦公室戀情是禁止的 被公開 所以不能被公開 所以他所有交往的女生 就算在辦公室裡面 大家都不會說 因為怕會影響工作 那為什麼會踢到鐵板 是這個主管 他有一天就是把了一個 一個小助理 就那助理就是愛得火熱 而且他是愛得勇敢 他就說 我就是要跟你走到天涯 我不怕我工作沒有 好勇敢 所以他就是要公佈 好衝動 對,他很衝動 可是他一公佈就說 我不想要做了 因為我愛 我就想跟這個主管在一起 一講 隔壁隔壁的就探頭說 什麼 你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已經 十七比六 什麼,你跟他在一起 什麼,你跟他在一起 真的 真的是類似一樣的狀況 你們在日本的公司也說 什麼,什麼 男女 男女都站起來 真的是這個狀況 他是超誇張 因為在日商公司工作 可能女生本來就有一點點哈日了 然後又有這種規定 結果他就是 他根本就把這個辦公室 當BUFFET來吃 你知道嗎 真的非常過分 因為那時候一爆出來 基本上超過十個以上的女生 都跟他 不管是有交往過 或正在交往中 都有 好好哦 那在日本的辦公室戀情 到底應該怎麼樣 地下化的運作呢 莫多 我跟你講 他是簡單一點 他是才到第一雷 因為女生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 台灣的女生喔 怎樣 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怎樣 你不要用一個過來人的方式講 不要 你現在這個也是台灣女生呢 然後導播再拍我們兩個 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大龍炮 哈哈 你們兩個今天很像親家耶 台灣女生怎樣 你不要得罪很多台灣女生 沒有,我覺得台灣女生很棒啊 就是 但是如果他在日本的話 不太會發現 因為日本人就很會忍耐 然後不太會講出來 就是我們在一起 所以跟台灣女生交往的缺點 就是男劈腿 不是啦 台灣女生很棒 他剛剛是 沒有沒有 他剛剛老彈卡到 我自己的台灣女生很好啦 對 但是就是日本人的話很會忍耐 但是日本人一被發現很恐怖喔 就是一樣的情況 有一個女生喔 她不離職喔 然後她偷偷就是跟其他的人 就是這個比特首大的主管 跟別的女生約會排起來 然後從外面 Fox到公司 好厲害喔 好猛喔 用他們 那你的那個章魚燒公司 有希望底下的人不會互相 我們公司嗎 對啊 沒關係,自由發揮 因為老闆已經這樣啊 沒關係 可是 不是,可是日本人他很遵... 不知道為什麼很遵守規定 我有一個日本... 之前我們在一個 補習辦公室打工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日本人來台灣留學 然後他就跟一個女生 就是那個女生很喜歡這個日本男生 然後我們說很喜歡 你們兩個就在一起 反正你來台灣 也沒有一個女伴嘛對不對 然後你就在一起 然後那男生就說 不要...很尷尬,不要 然後後來不要... 過了一年之後他們兩個 就是他跟我講說 沒有,他跟我說他要回去... 那個女生在說他要去日本 我說去日本幹嘛 他說他要去找那個 日本的男方的爸媽去見 去見而已 見爸媽了 對,我說見爸媽,你們幹嘛 對 他說因為他們已經交往一年了 他說好,你剛剛不是說不要... 尷尬,不要 他說因為那個男方說 因為他們有禁止辦公室戀情這種事情 所以他來台灣他也很小心 對,他有聽說過 沒有,日本的不要就是藥嘛 不要就是藥 偷思心非 對... 我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我覺得他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他...就是我連身為他的兄弟 有時候我都不是很確定他有沒有女朋友 然後有一次我就問他 兄弟,為什麼你從來不會公開PO文 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他就回我說什麼 人生就是要低調一點才行 結果後來我發現他根本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渣男 因為有一次呢 就是我們在台灣 可是他有一個香港的女朋友 然後也是網路上有知名度 所以我才剛好看到 然後他就PO文 然後有我這個跟我這個朋友的合照 然後說這個男的一定有鬼 結果隔天 那個整個Instagram就是我的... 算是我的朋友圈 好像夢多知道 就一連串的女生就開始PO 跟這個人有關係 你認識喔 我認識超好扯的 然後就是... 對,那就是一連串的女生開始PO 然後重點呢 他還不覺得怎麼樣 他還來過來跟我炫耀說 兄弟,你看,你看 我要紅了,我要紅了 天啊 超厲害 超誇張,不是厲害 他真的很...真的一個白痴 真的抽失太多個了 他也就是完全沒有想法 對,對,對 連我都知道這個故事 我的天啊 踩到老婆地雷真的是可怕囉 可怕囉 其實我們美國人特別是被... 就是傷心之後還滿有創意的 就是有時候可能女生 會對男生做一些 比較像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兩個一起集合 然後攻擊老公的事 那例如說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女朋友... 我一個朋友是...他是男生 然後他就是有投資大概兩年 然後他女朋友後來發現的時候 他就超級生氣 所以他做了什麼 當然就是攻擊男生最喜歡的東西 哪裡哪裡 哪裡 車子 沒錯 就是他的車子 那他的車子 因為我們那個城市很小 我們大家就是常常會開車 然後就是一直就是擾我們城市這樣子 就打發時間 因為那邊是很... 很... 平平的地方 就沒有什麼可以做 那因為他生氣了 他就先拿那個噴氣 然後在旁邊的車門上寫... 就CHR 就是有偷吃的 然後他在前面在噴... 然後後面也是... 然後最後最猛的他就... 噴那麼完整的一個句子 我要寫很多 因為要清楚嘛 要前面的人看得到 然後後面的人也看得到 然後最後他就把一個綁球棒拿出來 然後找壞他全部的窗戶 所以他要送去修的時候 他們在修的時候 就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大家都知道是他跟他的女朋友 有發生這種狀況 我們泰國也是算滿兇的 因為我們... 幾年前的法律會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像現在那麼嚴肅 就是這個是我的表哥的朋友的故事 老公老婆是結婚很久 但是老婆他知道老公的態度就是... 很bad boy 就是一直在撩妹啊什麼什麼 但是... 沒有一次可以抓到那個證據 就是真正的證據這樣 有一次就是... 想辦法想要再抓老公 因為每次一直出差 又很晚不回家啊什麼這樣子 有一次就是他... 聽到老公說他要去出差 他就趕快去幫老公好好的整理 一些行李啊 然後車子啊 一些洗乾淨啊什麼的 他就偷放一個在做什麼 隨身... 就錄音器 錄音器 對 泰國... 對 泰國可以買 那個一個才八、九百塊 然後裡面放SIM卡 可以用跟你的手機打進去 就是可以聽到對方在... 在說什麼話這樣子 他偷放在他車上 然後老公就去出差 然後那天晚上 老婆就很興奮的 可以試新東西 又趕快把那個機器打開起來 然後通話聽聽看 結果真的是老公有去接小山這樣 然後聽到他們的對話 然後老婆就聽到這些 對話了之後 就把這件事情放在社交網站上面 然後直接揪人 到底誰發明SIM卡漆漆呢 就是要對付你這種人啊 對 他是到底誰 他沒有雞雞的 他發明這個雞雞 他是沒有雞雞的 我覺得 對 所以他... 他要報復所有雞雞的男人 我真的好後悔講這個 沒有... 對不起 沒有... 對不起 對...還有... 還有就是他在社交網站了之後 他就開始揪人 要不要把這個老公抓爆 這樣子 揪了很多男生 包括我的表哥 他就一起去 開車五、六台 這樣直接去他 出差他的飯店 直接抓爆 就是老公跟小山在一起 好精采哦 然後把他... 好帥哦 這個女生是黑道嗎 好帥哦 有怎麼會做這件事情啊 沒有... 我跟你講泰國的女生真的很狠 假 真的 我跟你講 對 去年就是... 我想要放大一點 就是我的法律那時候 真的是很輕鬆 就是只要打架範圍 一個人才罰五百塊而已 哦 我聽說泰國那邊 如果是你抓到...抓姦了 殺人也不會關 蛤 對 如果你當上看到 他們在做 你衝動殺人 好像也不會關 因為是有合理殺人 應該是先判斷 先判斷 對 這可能會在一個地方 但是不是關起來 我覺得我真的很開心 聽到夢多跟馬努 在瞭解世界合理被抓姦之後 會不會看到什麼事 的反應 好啦 保護自己也是 好...是... 對啊 因為我覺得泰國的這個政公 都是非常心狠手辣 所以千萬不要去惹他 像去年啊 聽說在泰國就有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一對夫妻 他們是在菜市場工作白攤 然後呢 這個太太就發現 這個先生呢 在菜市場就不停地去各攤聊妹 然後聊到他就是有一天忍無可忍 他覺得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就趁他先生在睡覺的時候 就把他先生的那個重要部位 咖喳 對 咖喳了 而且他很怕大家找到 還趕快丟到那個就是... 丟掉 對 丟到臥室外面 然後等到大家找到 而且剛好丟到 加滷味 對 然後後來聽說大家... 就是大家聽到老公慘叫 然後大家就趕快去找那個重要部位 就找到的時候已經壞死了 就沒有辦法 因為滷過了啦 顏色有變 讓你聊到什麼 我很開心 你現在還可以嘻嘻他 因為講這故事是你老婆 對 我就看著他講 然後看著他講 曾經有這個事實的故事 害死你 對 然後據說這個太太 她就是被懲罰說就是 不能夠接近這個老公 以後不能接近這個老公 以後誰要接近他了 你還害怕嗎 應該也不會覺得要接近 但我遇過了一個是比較... 聽過的那個新聞是 越南也是很可怕 就是老公也是出軌 然後呢 這個老婆也滿有創意的 就拿鬼膠切斷以後 抹在他所有的內褲的內層裡面 然後想說鬼膠其實摸到以後 其實滿可怕 而且抹的時候你看不出來 所以老公洗完澡以後 洗完澡通常都比較敏感 就是穿上去以後 一開始還不覺得 他十分鐘以後 那個洗完澡通 十分鐘開始就是大叫 然後後來整個部分 然後去送衣的時候 還潰爛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鬼膠 其實那個辣度是 大概一百五十萬度 或一百七十萬度 排名大概前二 前三 所以爛到是大概一年都不能用 然後呢 知道如果遇到這種的時候 大家穿內褲的時候 也是要小心 因為小時候 小心上面被放鬼膠 太疼了 已經穴道了 對 所以 所以不要拿了就穿 對 真的好恐怖 還好他都不穿 但是在草物館 我們有兩種的女生們 一種是很強很兇 可是另外的是很溫柔很可憐 我的朋友就是一個 很溫柔很可憐的女生 她最近離婚了 那為什麼離婚了呢 因為三年前 她發現她的先生有小傷 但是先生就求求她 我們不要離婚 我還是很愛你啊 所以我朋友也很愛她的先生 所以她們就不離婚 但是朋友一直會 你知道懷疑 她的先生會不會 還是像這個小傷 所以她就想好 因為就心情不好 她每天開始做麵包 好吃的麵包 她的想法是 我每天可以做好吃的麵包 給我的先生吃 她會很開心 然後一直會想我 因為財務館很在乎 這是零食物的事情 然後我們希望太太會做菜 然後很好吃 所以她每天吃到 就做做做 然後也自己要吃吃看啊 然後做做做吃吃看啊 給先生吃 然後每天就做麵包 吃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他吃吃吃吃吃 就是半年以內 她變胖了30公斤 這招 然後先生就跟他說 我受不了 妳變胖了 我要禮婚 所以只要你知道 我們都不有沒有認識 然後覺得 這個男生好爛啊 誰知道就原諒我 對不對 然後他變胖了 我先生說 我就不能接受 我就不愛你了 這個太過分了 對啊 這種應該要下地獄 真的 餵她 但馬努很開心 對啊 馬努在開始走 因為瑞士女孩子其實常常會原諒 但是呢 他們會喜歡在人多的場合 就是去吵以前的小三的事情 像我朋友啊 她是做生意 然後她請客戶來家裡吃飯 然後再簽合約 那個老婆就過來 就是開始講那個以前小三的事情 開始吵 她說我在做生意 拜託 她就一直吵 一直吵 開始吵 然後那個客戶就很尷尬 然後她做什麼動作 她拿那個孩子的鳥片 就是髒的 裡面有 有那個 有巧克力 她就把那個 就在那個老公的臉上 他們在生意 好奇怪 開心的點是什麼 到底在爽什麼 好奇怪 真的 這是我朋友發生的 然後那個客戶就直接就 那我改天再來 她就沒來了 改天 還是這樣 所以沒做成啊 所以還是就討厭在這一點 她會原諒你 但是 但人多的時候 她就來拿那些酒帳給你算 那個義大利很像 義大利也非常非常的暴力 但是差別是他不會原諒你 對 義大利 我跟你講 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了 我看到一個女生 在我們課外面 她等一個男生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五六十個人 從那個課出來 還有教授 在那個大學的院子裡面 那個女生 在那個當場 等那個男生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女生 他開始跟那個 他的男朋友的小三 講一大堆 就很大聲講難聽的 而且他有等到 那個教授也出來 他想要的教授 跟所有同學都聽得到 那他講完了之後 大家都開始感興趣 所以他就直接 很滿力就揍了 那個女生的臉 然後那個女生的臉 但因為在義大利 都是滿十八 人不管 老師也不管 他覺得你滿十八 我不想要加入這個 但是我想看 所以他們就 大家在那裡看 對 然後他揍完 他繼續罵 罵完 他再揍了一次 然後走了 然後在 就是那個時候 最尷尬的就是 那個男生跟那個女生 就整個都流血 然後另外一個 打打人的那個女生 完全沒事 就是義大利很接受 這樣的話 非常非常的暴力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哦 我們到處 加油 那個人 還會 在那邊 我們到處 我們到處